柔柔這邊來三個 對 差不多這麼寬 一個手臂 三十公分寬 聽到幾多另外的體制 小朋友站在餐廳 碰到碰子 用人工來補餐 過去叫做大米客 保理 土米社區 原本世界都看到在那裡餐 對著時代的變化 都已經專做了 因此新國 鄉文跟基金會 特別用台隆七十一蚵蚊 用整個手蚊 作為主用老爭 能不能培育出來 在地的 室友 當地的氣候 跟環境底下 優勢的 這樣的米的 這樣的種 那如果說這樣的種 可以一代一代的傳下來 那想我們以後 在整個淘米地區的 這樣的糧食的 這樣的 尤其是米的 這樣的供給的 這樣的種源的保護跟保存 就有機會留下來 小朋友就把蚊子湯丟 褐蚊起來 趕快走在餐廳 體鹽補在我的家裡 如此我們在的經驗 也讓這些孩子覺得很新鮮 當時又體鹽就做餐廊的辛苦 很好玩啊 很新鮮 又很好玩 因為下去採田的時候 才能體會到農夫的感受 這樣玩耀雖然很酸 可是也很好玩 我們很久沒看到 鵬子種水豬了 還要給人家 一代鵬子有幸福 種這個餐 我覺得很好 將餐廳更加進去那裡 家鄉自己愛吃的材料 就變成一個三角飯圓 用不洗農油的醬味 吃起來實在的健康 成果香港文革基金會 就是希望透過培養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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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就開始在社區裡面 進場 目前已經不錯的成果 未來如果有更多人想要來進場 中央拜託擴大政策的環圍 一代團一代 繼續跟旗菜方暴倒 好